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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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不要相信霍士電影的事情 我真的聽了很多年謊 做人的事情,不到他真的不做 不到他真的死了,你也不要相信他 Scot死了,他也是找另一個導演拍的 我不相信,Alien不回應了 因為回應也沒有意思 正如剛才Mike和Greg說 我們和Mike,我們和Mike 你也只有我們兩個人 雲海,你見到第三個人 你知道我後面有什麼主要說 你前世還是今世欠下的 林順軒所說的 前前前世 你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真的按照你的名字 很明顯 明明有些頭寫在裡面 他明顯是喝口水熱酒 沒有了 有沒有呢 所以他現在讀神學的意思是什麼呢 他就是想來一個反思和贖罪 他小時候可能就是 他錯過什麼,我們不知道 可能他一年前入院的時候 可能護士和他之間 陰謀論而已,這些就不成立了 我們越說一會兒 他剛才出來選舉的時候 有些人說 我想說 我剛剛看見就是 他在我剛才 你個人的Facebook那張照片裡漏了 他說什麼? 他說什麼? 不可能 不可能減 是 大家都說你減不了肥 可慘 所以我無謂 林順利說你減不了肥很香 因為他比你更胖 所以我們無謂為了這些不可能成功的事 而強迫自己做到 貫徹第一節我們所說的主題 Let it 輸 說真的,如果輸不到就有句吧 不要逼自己 你一過得開心就行了 第二節就要開始說一點點前提 我們當然就是 說回郭文貴先生 但是 我想問一件事 我很坦白說 在這個美國之音事件之前 我真的覺得不知道這個是誰 是 什麼水 大陸有這麼多富豪 怎麼會認識到這個呢 你也是不知道是誰 正常你不應該認識的 我覺得有些假裝的人會認識 我不知道 我不是瘋子一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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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談我不聽 我真的覺得郭文貴這個人 如果在這個 應該這麼說 在這三四五月 那時候他叫做向外要爆料的時候 之前 我想過去那十幾年 我不覺得人是會認識這個人的 我真正聽 第一次聽這個名字 應該是二月的時候 有個富豪 叫做蕭建華 就是在四季酒店被人夾了 因為郭文貴也有提到這個人 沒錯 我有一次做節目的時候 就訪問了程翔 程翔提起過這個人 我才開始 就是程翔提起過郭文貴嗎 是的 二月的時候 程翔果然是中國痛 是的 我們不能否定他 我記得是二月的時候 他是他第一 他是最早跟我 或者在我認知的情況下 是說郭文貴在香港 是的 OK 即是二月的時候 已經有這個名字 在美國或者那邊出現了 可能在說二月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 我再說一下背景 因為二月的時候 未發生 引發全球熱烈討論的 美國資金事件 是的 而再早那幾個月 其實不斷 只不過是 因為我們沒有人留意的 只不過是 身上有個富豪 OK 還要是出走了一個富豪 OK 如果以冷戰時期的說法 就是一些 投誠美國的富豪 半途 說會爆中共內幕的 類似的 但是坦白說 就算我們看到這些的時候 說要爆中共晚料的人 我想過去那二十年 說也說不少 太多是這樣 就是自許家團出走到 習近平 以前的老公都經常寫 文都說要跟習老弟相抗 就是要爆料 因為大家聽了太多了 不明白 可能有人真的 手握一些證據去爆料 也有時候你會過了二十多年之後 發覺有些人根本 沒有東西爆的 是的 爆來爆去都是一些 說來都是三福屁 但是說一些很漂亮的說話 把口裝都好像有很多東西 沒錯 或者是我們香港 我們沒有開明眼 因為你知道那個富豪 都很小器的 好像入獄的那個富豪 他經常出來會爆 是不是 直播那些也有聽 我都有聽 沒有爆東西 沒有東西說 任何東西都沒有爆 如果你每次中共的叛徒 出來就是想說爆 爆一些很小的東西 其實就開始沒有人在理會 沒有人在理會 所以當中是不是有反感呢 是不是有些假的投誠人士 去亂說爆 那就不知道 好了 首先我們 稍後再說那個美國之音事件 後來 當然 在二月你剛才說的 二月可能程常先生也提到 三月四月 在上美國之音之前 就開始有些報紙有報導 尤其是有美國 或者一些反共的傳媒 就說到 郭文貴 就作為 之前的 其中一些 中共的 重要網絡人士 我們這樣形容 因為其實他 我想說一下背景 就是 你始終 郭先生 他都不是 所謂 反共人士 來的 我想說 他有所謂的 四不三 那個叫什麼呢 四不政策 我記得是 你檢查一下他怎麼說 我記得是 但他不是一個叫做反共的人士 你記住 他本身 由出生 到現在 叫做出走也好 他都是建制裏面的人 無論在 從商也好 無論他在北京成立公司也好 無論是 後期 我們再想回 現在大陸 再說他回頭 說他賄賂 一些人士之後 得到好處 籠絡一些人之後成為了一個 在中東成立基金也好 那樣那樣也好 那麼他本身都是 借用了這個叫做 中共的建制架構 人物網絡 之後就去 賺到錢 拿到人物關係 拿到權力的人 OK 大家不要以為 他是被迫害的人 不是 他是食物鏈的上層 沒錯 他是食物鏈的上層 你覺得真好 他不是黃丹那些 他不是情場 他不是被迫害的那些人 他不是 709律師團 不是 他是建制一部分 當他出走完 要爆料 當然 開頭 你 smell到的 我們會 不知道的話 不知道不知道的話 當然會 直接觀察 或者想 雨傘運動的時候 也會爆料的 可能也是說 OK 又是說現在中國怎麼腐敗 習近平 怎麼收賄 但是聽聽說 好像是另一個 version 是另一個 方向 我不想說角度 另一個方向 就開始把焦點 擺在 王歧先生 先生的身上 就是國家的 政治局的七個常委之中的其中一個 或者叫做 被認定 為對習近平最有威脅 那個 或者你如果上網看 一個 exactly 調轉的說法都有 最中心那個 就是對習近平最無威脅的那個 所以我都說 每一件事 是有兩個極端的 平衡是對的 平衡是對的 其實真的很奇怪 但是當你看到一些情況 其實王歧山這個個案 都很奇怪 因為過去的十年 你不時會聽到 王歧山 是 反習的 中堅分子 但是一個轉頭一個月後 你就會聽到 王歧山是一個最支持習近平領導的一份子 你究竟信哪一套 你永遠 都不會一個 實際的 想法 因為剛才我們第一節都說 中共 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應該這麼說 中國共產黨 再來一個 好 中國共產黨 控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沒有任何一個透明度的 是零透明的 所有東西 都是靠經驗 外面的人傳說 知情人士報導 那些知情人士都可能是假的 不同的知情人士報導 你去拼湊出 現在的中國 和中共社會 OK 裡面所有的運作 關聯 網絡 你所認知 或者公開說的 都可能和現實不符 OK 我要說得很清楚 因為 為什麼我都要補分這句 你做傳媒你更加知道 你走進去 無論跟年輕一代的說 或者你看到一些老是不 OK 你都很奇怪 這個是我表達 你可以不表達 我都會覺得很奇怪 我家裡都有左派背景 你明白嗎 我們都不可能 知道那個運作之中的一萬份之一 真的是 我真的給他多了 一萬份之一 我們只是可以在我們的角度 看到我們所知的部分 等等 完了 各人有各自的演繹 我一半半 沒錯 或者看到那個部分 我們就知道那個部分是真的 其他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當你看到一些傳媒人 或者一些所謂 專家 我們不要開命 千萬不要開人 那些專家 你一看他寫一些文章 講一些節目的時候 他好像百分之一百知道中共的中央政策運作是怎樣運作的時候 我覺得很離奇 我每次都覺得很離奇 沒有可能 因為 就算一個中央政府 一個北京 你不要說現在什麼太子黨 海派什麼 習派什麼 什麼都好 不要說周永康如葉 什麼都好 那些真是 漫畫級的說法 那些人 裡面千絲萬縫分開了幾萬 甚至幾多十萬不同類型的權鬥和派別 你是完全不知情你在裡面玩什麼 OK 那你只可以說 估計 如果我們要假裝專家說的話 估計是這樣的情況 推斷傳七雙信 對 加個雙信 相信可能中央裡面的太子黨有些作法嗎 你可以這樣說 OK 但是有些你也知道不是這樣說的嘛 他們一來到就說 那現在就是什麼派和什麼派內鬥了 我心想怎樣啊 你可以知道哪個派和哪個派內鬥 有沒有可能啊 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當我們去看這些權貴 突然走出來 說叛徒 說投誠美國 或者什麼都好 他之後所說的一切 之後到看官方說的一切 你可能摸到的 總之肯定一件事 就是內鬥 拳鬥 很表面 肯定是拳鬥肯定是內鬥 沒有一個是為了真相 或者正義走出來的 大家都是 因為大家都要維護自己那份的利益 不要被其他人剝削了 所以才做那麼多事 大家不要把中共的人 看得那麼為了公義 或者仁義賭德 那麼正義 那麼重才可以 我心想 哎 坦白說 我當年出走得最厲害 許家團 喂 他出走完 難道 你以為他是 很仁義道德的嗎 不是的 好了 到郭文貴開始 他的焦點 落在王岐山的時候 我們回到王岐山 那麼 因為你們看了所有消息 兩邊最極端的消息 都會這麼說 要麼就說他是反 反習近平 要麼就說他是最支持習近平 但是 我們現在 我們總結一下 郭文貴 他 對 王岐山的一些 想法 是 首先 他當然是認定 說到就是 王岐山 就是 習近平 最大的障礙 最大的貪腐集團 最大的叫做賣國賊 因為你知道郭文貴不斷說 不斷說賣國賊 賣國賊 當年 貴魯同鄉會 我們叫做貴魯同鄉會 但是有些人認識嘛 我們叫做賣國賊 貴魯同鄉會 曾經是顧問 上次沒有了 我沒有找他做顧問 稍後再說山東人 很煩的 那麼 他就不斷去 表達 投射 王岐山 其實才是現在 整個中共 統領腐敗集團 人物關係 甚至他講到所有的政黨的組織 政委 公安局 情報組織 所有人都有他人 OK 講到 無論在每一個環節 每一個層面 王岐山都已經派了自己的人士 安插了自己的人馬 就已經落釘了 包括香港 包括所有地方 香港一陣子都可以說 因為香港那件事 都是迷來的 稍後都要小心說名字 因為人家已經在香港 成立了一個這麼大的公司 我們都不要被人告我們 被我們誹謗 我們真的要引述 我們相信 我們引述過文貴的 引述過文貴 就不斷去投射 總之這個 重大的腐敗集團 就是王岐山 管漢的 是的 我一直看 其實我們都覺得 怎樣啊 我覺得在美國之音出事之前 我看了這個人 不知道這個人是甚麼人 說這些 你說這些 你有沒有證據呢 第一 當然 問題就是 就算沒有證據 我都能說出來 如果你隨便 那個官 貪腐多少錢 貪腐怎樣怎樣 都可以 後來 你就見到 他除了 把貪腐集團 等等所有東西 就開始轉了 其實你見到 郭文貴 也有一點轉而視線 他除了說錢 說權 就開始說 女人 是的 很奇怪的情況就是 甚麼事呢 我有一點 保留的 因為後來很集中說 他有多少個情婦 王岐山的侄 又牽涉到 大腐敗集團 他的侄 整個家庭有多少人 有情婦 多少個高幹子 有情婦 我在這裡 我要好好 我心想 這些就很明顯 他們就在大陸的架構 生活 因為大陸經常利用 情史 來打擾一些政敵 包括香港的政 也是這樣打擾 但是我們在一個自由社會 你的性事 是別人的自由 性格不太關事 跟你道德標準 或者政治 關甚麼事 我們最多說他淫亂 都未必會說他淫亂 最多 對 人家就算有情婦 也好 就算有不同的性關係 因為郭文他不斷說 他不只是說有婚姻的人 他不是說有很多高幹子弟 牽涉到王岐山 牽涉到他的侄 他在開兩會的時候 那些侄應 全部和他們上床 又說他有私人飛機 叫所有的名模 明星 上去同床 我心想 香港也是 香港 想過不少 香港 明星 被人 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 這是很正常的事 雙品 雙品 如果牽涉到強姦 就不一樣 是 你牽涉到鄰姦 就不一樣 但是現在 因為很明顯 郭文他那個思維 就是他在中共 打扣裡面成長 他說到這些 就會認為外面的人覺得 淫蕩 有情婦 又有性不當性行為 我聽到這裡 我開始覺得 這個人 他可能 真的不斷借助一些 無論是真消息也好 假消息也好 他很想 極之想 利用一個國際間的 傳媒 或者所有的東西 就去 好像 想去抹黑一些對手 等等 我不知道 未出事之前 你的感覺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他也是一個喉舌 為了某些 團體 某某某些 利益 要說一些 說話 從來中共 都是這樣玩的 你在權鬥的時候 不要覺得 這樣走出來 Exposed 那些人 是真正 將這些 正如我所說 就是所謂 把人的儀度 擺得這麼高 他们都只是在保障自己的利益 或者是代表他们的集团 在做一些事情 如果再说白一点 可能根本就是有权斗 可能就是王岐山和习近平之间有权斗 不过是利用国际层面去尝试解决这些权斗 或者是王岐山那边的人 正在阻挡习近平的人 那习近平呢 就找那个反击 或者找习近平旗下的某一个部分的人 就进行一个反击 就突然间扮出走 就去到外国去把王岐山的东西等等 但是起码在我眼中 或者在外国人眼中 他不会分得你这么清 什么党 什么派 什么是卡卡的东西 你中共就是中共 你的制度腐败就是制度腐败 甚至乎香港也不会这样 都会用它一个个体的体验 而不是一个不同的分支 就是我们不会说 就算我们看香港也是 我们相信如果廉政公署腐败了 我们不会认为是单廉政公署腐败的 那当然是整个政府有问题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很好笑的 就是雨宿运动期间 嗯 发生正的期间 有一晚有个朋友 就捉了20多人去他吃饭 烧饭吃 那天吃饭 所以那天饭局里面 那20多人里面 什么人都有 有蓝丝有黄丝 热狗都有 所以那时候我跟那人说 我问他 你作为热狗 你不如解释一下给我听 一些理念 我不太明白 你不明白 那天饭局是没有政治立场 大家就很带什么都谈 好了 那聊一下 热狗就谈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的立场都很坚定 你不明白 在那个餐桌当中 有一个是来自大陆的一个学生 他在某个香港的学校 香港的大学里面是交换生 那他呢 就开始跟我说 他怎么看香港的政治问题 好了 那我就当然我说 我怎么看香港 被中共搞到这样 又白皮书 又831 那他就不断在那里说 你记住 这个女学生呢 是大陆出生 大陆受教育 大陆长大 那他说他都明白 他现在大陆的腐败情况是怎么样 他都明白 我们香港怎么让中共去摆上台 那说了很多东西呢 我就以为 他的想法跟我会接近 是吧 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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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是吧 我突然间 停了一停 之后 他突然间 就跟我说 不过 當然是晴祥說國語 不過,我很希望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習近平上台 2014年的時候,習近平已經上了幾年了 習近平現在反貪腐很嚴厲 所以我覺得中國有未來 當時我突然反了反圍 我看著他 原來我的想法 我之前那半部分跟他說的想法 跟他的想法其實是兩回事 他覺得反貪的就是習近平 他很努力打貪 但是貪污的就是其他中共官員 哎呀,糟了 我心裡就糟了 即是共產黨沒有人是清白,沒有人是乾淨 沒錯,沒有人是清白的 但是那個女生覺得那個大學生已經二十多歲 即是有學識的 我也聽聞過,我也不開名 我嘗試說一些背景或條件 給大家猜一下是誰 某泛民的以前的 以前的 現在不是的 以前的立法會議員 以前的 以前的泛民 現在 現在很難叫泛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給那麼多事了 他都很相信就是 他是一個有權威性的人 他是一個有權威性的人 他都相信就是習近平 是一個改革派 嘩 這麼天真? 是啊 哎呀 甚至乎到了所謂的佔領之後 都有一段短時間是這樣認為 現在呢? 現在我沒有跟他接觸 也少了建制 可能現在已經是進入建制了 沒有沒有沒有 將會 不會 那不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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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如果泛民的人 跟中共打了這麼多年交代 都會有這麼嚴重的錯覺 其實也挺奇怪的 我覺得現在 無論是所謂的 立法會議員 所謂的邊緣人士 就是我們這些 對於中國的觀念 中國的看法太過淺白 不是太過薄弱 我們不能怎樣去演繹 或者解讀到很多權鬥 或者是我們過於naive 天真 過於嘗試 就是覺得現在的政治問題 就是本土 或者只是香港境內的東西 就是以為是香港本土 和中央的問題 是 結束了 我們就會覺得搞定了 其實大家都只是一個 中共旗本底下的一種旗子 Exactly 如果大家 不要讓自己抱得很大 沒錯 如果你聞到 我們多說一點 你要明白 如果中央系統是一個 絕對性統一的話 就不會出現民建聯 以及工聯會 兩個完全意念和行為 都不同的組織 然後再說多一點例子 就是為什麼我會有這麼深感受 對比現在的情況 很明顯是一個派遣抗爭 很明顯是一個權鬥 大家都是想借助香港這個地方 去獲取更多利益 或者去剷除異己 或者是利用香港的平台 去做一些活動 例如洗黑錢 或者運走黑錢 這是香港這十年做得最多的事情 酒資 你真的說得好 我不想用酒資這個字 因為始終那些是黑錢 大哥 我們香港簽了反黑錢條約 國際反黑錢條約 我們香港簽了很多事情 最後都沒有做到的 你不要先看得那麼重 中英聯合聲明 就定名了有普選 對現在普選 什麼時候才來的 對呀 還有 最近還未播放90年代 建制派裡面的重量級人馬 不是說明 基本法都說最早2007、08 會有普選 怎會到時沒有 好了現在已經17了 真是慘 假的謊話不要緊 但是我們不要一些 我們在這裡生活著 香港市民當真 香港太習以為常 香港人就是覺得 易來順受 習以為常 溫水著華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不如這樣吧 讓我休息一下 我們先開一下冷氣 我們關了冷氣 因為不想讓你錄到有風聲 我們麥克風去問一下 Grad那個泛民是誰 我想我猜錯了 回來我們再說國民貴事件 以及關於CIA的問題